北方一个大国,擅长一声不吭占便宜,从中国夺走的土地顶十个日本。 你不处条约中的地图,说起日本大家似乎都会有说不完的话,诸如甲午战争,诸如918,诸如七七事变,都是日本在中国涂炭生灵的铁证。 但是到头,来日本在中国算得上,一丁点便宜,都没有占到,反而因为自己的贪心不足吃,了不少的亏。 但是有一个国家不一样,这个国家实际上比日本要因减上百倍不止。 它从来不会大张旗鼓,高声喧哗,但是在历史上,从中国拿走的土地足以顶上。 现在的是个日本本土那么大,到底是哪个国家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沙俄军,关1644年清朝入关,逐渐代替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明王朝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同时开启了一系列的扩张计划。 这个国家就是当时的沙俄,作为和沙俄接壤的中国,也注定了要和这个国家之间发生太多的争端。 1643年沙俄亚库斯克独军,哥洛文派出以文书官瓦西利波亚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133人携带枪,但要向黑龙江篡犯这伙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 无论不作1650年一月夜,卓菲哈巴罗夫率领70名克萨克,越过外星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 篡到亚克萨以西1651年初,他带领137人,再次篡到黑龙江省并武力攻占了。 亚克萨成1665年下俄国西伯利亚,犯犯切尔尼果夫斯基聚众杀死了俄国伊利姆斯克的多军,然后伙同84人,篡到黑龙江流域,重战了亚克萨他们的侵略。 行为受到沙皇的赞许任命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阿尔巴金及雅克萨从晚发给响金两千罗布。 而这种类似的情形,在接下来几十年间,时常上演尼不楚条约,签订现场1683年,康熙到沈阳夜顶, 听闻沙俄在边界上的种种过分行为后,决定对这些人进行打击于是就在清朝和沙俄之间爆发了战争1686年沙俄使臣前往北京议和, 并且在不久后签订了尼不楚条约,算是中国正式对抗沙俄的一个标志。 但是东北毕竟是清朝的边远地区,清朝的皇帝自康熙之后,也很少对这些事情进行过关注, 因此就造成了沙俄长期骚扰东北的局面,并且一直持续到清朝的, 结束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不同的,是沙俄并不会打扰什么大东亚共荣使, 那么占领中国的旗袍,到处招摇,二是实施实际上的占据,尤其是在清朝末期。 沙俄通过趁火打劫的方式,从中国夺走了不少土地,包括今天的库列岛, 包括今天的亚洲昭明港口弗拉迪沃斯托克等,甚至于还对当时依附于中国的蒙古国, 是单单不过这一个愿望,最后还是落空了在历史上, 沙俄吞并中国的土地,足足顶上十个日本国,那么大, 说到这里,大家确定都知道了在这些土地中。